斗罗208集看点 99集巅峰唐晨手持修罗魔剑 邪恶罗刹神登场 今天斗罗208集预告正式更新了 短短几十秒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 首先是唐三和杀戮之王的对战 上集提到唐三实力不及杀戮之王被打的落花流水 但关键时刻海神之光净化了唐晨 让他恢复了原貌 唐晨亮出好天锤的那一刻 唐三终于知道了杀戮之王就是自己曾祖唐晨 之后唐晨便给唐三讲述了自己当年在杀戮之都的遭遇 为何会成为杀戮之王 原来当年唐晨为了完成和波赛西的约定 四处寻找神位继承 最终来到了杀戮之都 虽说唐晨成功获得了杀神领域 开启了修罗神传承的考核 但杀戮之都有罗刹神留下的一缕恶念 并且杀戮之都内还有一头强大的魔兽九头血蝙蝠王 本来99级巅峰的唐晨是不会怕这头血蝙蝠的 但因为罗刹神的恶念实在太过于强大 使得唐晨逐渐迷失了心智 这才得以让血蝙蝠成功寄生 在唐晨逐渐成为杀戮之王的途中 还通过了修罗七考 获得了这把超神器修罗魔剑 这把魔剑通体血红 剑柄上还有一颗恐怖的眼睛 充满了邪恶的气息 并且剑身长达两米七 攻击力非常强悍 霸气无比 而在获得修罗魔剑的时候 也是唐晨实力最巅峰的时期 拥有99级半神的实力 只要再通过两考就能成为修罗神 可惜被罗刹神的恶念侵蚀 最后被九头血蝙蝠彻底控制了一时